港始王之孫就建議台灣人觀生 你可以宣告獨立 這個獨立是權宜之欺 是為了要拖延你們的接受 最後在秋風獎、林曹洞、唐錦松 這三者的合作之下 要趕在日本登陸接受台灣獎 就要先宣布獨立 就歷史上的台灣民主流 根據日本方面記載 有五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以及小朋友和女人 都拿著刀槍跟市民拼命 所謂一位抗日第一次搞掌 在新城的北谷戰爭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mes Peace and Bro 歡迎收看今天的後來座談節目 甲午戰爭之後 台灣的割讓已成為定局 雖然在馬關條約的時候 通過三國干涉環寮 李鴻章成功的把遼南 也就是遼東半島給留住了 另外也因為挨了一槍 而少了一億的賠款 但是在這當中 台灣的問題 還是被日本給留了下來 雖然當時李鴻章俊爭說 這件事跟台灣本無關係 甲午戰爭開戰的場地 是在朝鮮 是在黃海 跟台灣土地並沒有聯繫 依照國際慣例沒有聯繫的土地 整可作為割讓之用 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恩是非常強硬 也拒不接受 從此開啟了一段非常慘烈 但是也讓人為之盡重的歷史 這個就是以衛割台戰役 以衛割台戰役當中 不僅是台灣人 還有當時留在台灣的 中國大陸的官員 將軍們 聯手來對抗日本 而後成立了台灣民主國 再之後台灣各地的義軍 雖然死傷慘重 但依然奮勇抵抗 不過也確實也有跟日本人合作的台灣人 這些家族直到今日 不少還是極具顯貴 這是一段非常悲傷的歷史 也是一段非常澎湃激昂的歷史 因為台灣當時其實已經成為 中國的省份之一 已經事實上是屬於中國的內地 不可動搖之故 過去的割讓都是偏遠地區 而這一次的割讓 為何讓整體中國人難以接受 有學者曾說 台灣人的抵抗 可以說是中國近代 救國第一槍 正式的在民間拿起自己的拳頭 拿起自己的武器 來對抗列強的侵略 這裡有詩兩首 是當時抗日的文人領袖之一 台灣人也是台灣的近視 邱逢甲所寫下的 可以做我們今天這一講 非常好的開題註解 一首是 李台詩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城無力可回天 偏奏去坐抵遺址 回首河山亦黯然 隔年他有寫下了 春仇 春仇南淺強看山 往事金星淚玉山 四百萬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灣 是怎樣的情懷 是怎樣的悲壯的故事 就看我們今天這一講 後來座談 歷史講堂 今天司土失明系列 我們要來進入到 以位割台的戰役當中了 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主講 我們的王立北老師 Sean好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觀眾大家好 Sean 這個以位割台跟後面的抗日戰役 其實過去我們台灣在討論 很多時候都把它放在 台灣史的一個脈絡下來看 可是今天我們講的是中國史 事實上 我們如果從中國史的角度來檢視 可以看出它一個更完整的脈絡 在當時台人是很激烈反抗了 而這裡面又有什麼樣的故事 講到以位抗日的歷史 我就先不禁叹一口氣 這對台灣人來講是永遠的痛 也是中國近代史一個 可以說被忽略的一個 劃時代性的一個事件 其實在馬關條約 還在談判的期間 就已經傳出日本可能要台灣 因為當時日本軍艦 已經開始在台灣海峽以待出現 另外日本後來果然 在談判期間就先攻佔了澎湖 攻佔澎湖就代表 他已經拿到台灣海峽的制海權 所以就等於是對台灣形成一個 關門打狗這樣的一個態勢 後來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果然就是台灣被列在 割讓的這個範圍之內 這件事情對當時中國朝野來說 是晴天霹靂的大事 因為把中國史跟台灣史分離 我們都很難去想像這一件事情 因為對滿清政府來講 對整個清朝從鴉片戰爭之後來講 從來沒有到割省的這樣一個地步 這正如我們上一集講到那個光緒皇帝 在得資馬關條約之後所說的 台灣割讓正宜和面目為天下主 這我實在是沒有臉在當這個皇帝了 所以當時台灣割讓這件事情 是非常具有爭議 而且是非常震撼的事情 當時在金師以及在這個台灣本地的 這個地方的官生民 官生民就官吏 地方的鄉生以及一般的老百姓 得到這個消息之後都非常的痛苦 根據邱逢甲的回憶 當時說這個哭聲傳達視野 這非常悲慘的事情 哭聲傳達視野 就是從城市到鄉村 到處都聽到老百姓的哭聲 世子俱哭於世 就當時在台灣那些台北城裡面 那些秀才啊什麼 就在這個鬧事上面 慷慨激昂的誠詞 然後大哭 二方面就是老百姓跟一部分的官生 就非常的驚慌 我們就成了朝廷的器皿了 朝廷把我們丟掉了 那以後該怎麼辦 其實這時候很多台灣人移民到台灣 台灣的漢人 也才第二代第三代而已 各位 比如說他們跟大陸的感情 還非常的深厚 還是會回大陸去掃墓祭祖的 還大有人在 不過當時有一些台灣的官生領袖 就像這個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像秋鴻甲這些人 一方面在台灣開始做各種的準備 他們邊練團練 煉製彈藥武器 開始想辦法跟外國溝通之外 另外這個秋鴻甲也速度 遊走於大陸跟台灣之間 試圖去聯絡當時中國政府 因為我們知道秋鴻甲講話 比較有power 因為他是近視極地 各位你不要小看了 在古代有近視這個身份 就是非常厲害的 幾乎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了 其實清朝統治台灣212年 總共台灣人能夠近視 能夠考上的 也不過就二三十個人而已 沒有多少人 秋鴻甲是1889年的近視 他就試圖去聯絡當時中國的朝野 希望能夠在馬關條約上面 有所挽回 就是不要割讓台灣 但我們知道後來肆於認為 因為很快滿清政府就劃壓了 然後北京方面朝廷也追認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沒有什麼可以挽回的餘地了 不過當時有一件事情鼓舞了 當時中國抗拒 割讓台灣的朝野的人士 什麼事情呢 就是三國干涉環僚成功 我們知道兩根條約這個消息一傳出來 不只是中國震撼 列強也震撼 沒有想到你日本人這麼狠對不對 要這麼多 要到讓全世界都嚇了一跳 那三國干涉環僚就等於是 好像給了當時的台灣人 以及當時中國朝野一個啟發 台灣不見得是要不回來 或者是不見得留不住 因為有遼東半島的潛力 只要能夠把時間拖延下去 或者是引誘列強干涉日本佔領台灣 那麼台灣就有可能保得住 所以在修改條約這條路走不通之後 就開始想辦法 要跟列強聯絡 能夠干涉台灣 所以當時主要比較關心台灣事務的 主要是三個人 一個就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劉坤一 另外就是湖廣總督張智霍 我們知道張智動在不久之前 也是兩江總督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幫助張智動 這個時候正在跟英國人談 修鐵路以及建銀行的 買辦出身的盛宣懷 因為還有一個人也很重要 擔任過外交官 有跟日本俄國英國等國交涉經驗的 王之村 這幾個人算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一方面他們有色外的經驗 二方面他們在中國觀察 尤其像張智動這種 方面大人已經這時候幹了快30年了 所以也是比較有聲望 他們當時就試圖去聯絡 希望能夠比照 條通半島把台灣留住 所以他們當時試圖去聯絡列強 當時有兩個國家對台灣有興趣 應該說一個的 就是10年前在台灣鯊魚而歸的法蘭西法國 我還記得10年前 法國曾經打過台灣 也短暫的佔領過基隆跟澎湖 但是後來竟然鯊魚而歸 沒有辦法拿下台灣 所以當時張智動就透過聖宣懷跟王之村 在上海方面聯絡當時法蘭西當局 就是說願不願意拿走台灣 本來法國方面是展現出非常濃厚的興趣 我告訴各位 法國的軍艦兩度造訪台灣 就在馬關條約簽署之後 法國當時有一艘巡洋艦開到了澎湖 還跟日本人差點起了衝突 另外還有一艘軍艦以加煤的名義 開進基隆港 而且一直待到日軍開戰前夕才走掉的 但是我們知道法國有一個問題 就法國在遠東的軍力不強 他並沒有像英國有這麼強大的軍力在遠東 所以當時這聖宣懷等人 還有張智動 還去聯絡了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英國 我們知道英國的殖民地近在咫尺 對台灣來講 香港對不對 並沒有很遠 最重要一點是 英國在遠東有可觀的兵力 英國有常駐的遠東艦隊 而且香港是當時英國遠東艦隊 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在天津跟上海 又有英國的租界 所以都有英國常駐的海陸軍在這裡 所以英國是有可能干涉 所以當時張智動甚至於透過聖宣懷告訴英國 買空賣空嘛 像日本的話 未來成功之後 張腦跟金瓜石的金礦可以讓給這些國家 讓給這個願意出手相助的國家 各位他所指的就是英國 英國當時轉口貿易 英核洋行就是幫台灣代售這些張腦到全世界各地去的 後來英國方面表示他不願意在這件事情上有所行動 法國等了半天英國人不出手 法國人也只好離開 所以國際干涉這一條大概到了4月底5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快要走不通了 還有一條路怎麼辦呢 當時王之春就透過很多管道表達 告訴秋風甲這些台灣的官生 告訴他們一件事 他說還有一個辦法 他認為列強之所以還不願意行動 有一個原因就是要看看日本到底還剩下多少力量 就簡單說如果一旦日本翻臉 這個列強會不會因為干涉台灣而有所損失 所以他認為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時間拖延下去 拖多久是多久 拖到列強願意干涉為止 各位這個是不是辦法的辦法 所以當時王之春就建議當時的台灣的官生 你可以宣告獨立 片面宣告 各位請注意這個獨立是權宜之計 是為了要拖延日本的接收 以及找到一個抵抗的合理性 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當然這列強沒有願意積極干涉 尤其英國沒有願意積極干涉 這件事當傳到台灣之後 當時也讓台灣的官生民 都感覺到非常的失望 不過後來王之春指的這條路倒是被邱鵬甲等人研究 說這個或許可行 當時邱鵬甲也禀告唐錦松 各位請注意 滿清政府簽了馬關條約之後 滿清政府曾經兩度下達御令 要求在台灣所有的官員跟軍隊限期內度 因為按照馬關條約的要求 一個月之內日本就要接收 所以所有在台灣的滿清政府的官員軍隊 必須要在一個月之內就要離開 所以唐錦松就非常的猶豫 到底要走還是要留下來 去搞這一出可以說是冒險的戲碼 各位唐錦松這時候才剛接台灣巡撫沒有多久 講起來運氣也不太好 我記得他是二三月的時候才上任 稍微介紹唐錦松是廣西人 他跟廣東廣西的官僚 紳士都相對而言比較熟 唐錦松當時也進退兩難 各位請記住 如果這時候台灣的官員跟軍隊 沒有撤退到大陸就是抗命 抗生子很嚴重的 嚴重到可以抄子 所以對這一些留在台灣的大陸官員來說 今天我們看很多台灣人 對他們的評價都非常的低 不過要記住 他們是冒的相當大的風險 而且沒有任何好處 最後在邱逢甲還有一位蠻重要 就是林曹棟 另外就是唐錦松 等於是台灣在地的官僧 這個林曹棟等於是地方領袖 邱逢甲等於是台灣在野的知識分子 或者你說在野的鄉生 還有一位就是即將卸任的 前滿清政府的官員 就是以唐錦松為代表 這三者的合作之下 就認為說那就要趕在日本登陸 進攻台灣之前 登陸接收台灣之前 就要先宣布獨立 一個非常倉促上場的一個短暫的一個 所謂的共和國就出現 就歷史上的台灣民主國 台灣民主國的成立講得非常清楚 主要是因為自己變成這個 又過幾天宣言 其中最主要就不斷強調這一點 因為遭到朝廷的放棄 莫可奈何 但是他強調與大陸與中土生氣相通 無意中土 就是我們跟大陸還是一條心的 最重要他們強調 四平之後請命中朝 仍歸中國 就是我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再向滿清政府請示 我們再回到中國去 還特定年號叫什麼 永親 永遠 永代盛清 永遠永代滿清 永代盛清 我們的心沒有變 我們還是滿清的子民 有兩件事情我們要注意 首先第一個 這是台灣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 由民眾 主要是由在地民眾所自發的 反抗帝國主義運動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 邱鵬甲是近視 但邱鵬甲這時候 並沒有實質的朝廷的官職 那林曹洞當時也是有被 是什麼黃馬掛 巴圖如勇這些東西 但是他也是一個在野的士生 其實他們嚴格講起來 都只能算是老百姓 不能算是真正政府的官員 他們是在地的老百姓 第一個起來抵抗 已故的史學家 也是哲學家 我很敬佩的王小波老師 前台大哲學系教授 在他的著作中 他稱作台灣的 這一次以為的抗日 武裝抗日 是中國近代民族自救運動的起點 這個我相當同意 後來這種發自於民間 起於草根的抵抗帝國主義運動 在這之後 比較讓我們矚目 或比較注意 就是義和團運動 但是請注意一件事 雖然說都是發自於民間 發自於老百姓 但是兩個運動 展現出來的形式完全不一樣 各位 當時台灣這一個抗日政權的成立 是以號稱以民主共和國的形式成立的 他們就共推 那時候在台灣官位最高的 這台灣巡抚唐井宋威 台灣民主國大總統 然後由在地的相聲 在地的相聲 邱鴻甲擔任副總統 其他像什麼林朝動等人 擔任各部的部長 就是所謂的上書 還有一個劉永福 他擔任民主國大將軍 掌管軍務 特別是南部的總防護 因為當時劉永福駐紮在台南 對沒錯 台灣民主國就在5月25號 發表宣言之後 就粉末登場 這一個悲壯的抗日政權 可以說民眾自救運動下的一個產物 就在5月25號正式成立了 一般來說所謂的以衛抗日 也是從這一天開始算起 台灣民主國成立之後 日本的軍隊 這個也隨之而來 準備要在台灣這邊登陸作戰 我們現在回頭 稍微看一下日本的狀況 這馬關條約簽訂之後 日本一方面 一開始也要應付 列強對遼東半島的要求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把台灣人的抵抗放在眼裡 他們認為馬關戰爭結束了 應該講甲午戰爭結束之後 日本人甚至認為 這一次的戰爭叫做台灣 所謂的以衛掃蕩 或者你說是平定盜匪 台灣民主國就是把他們 一句稱之為盜匪盜賊 講好聽點就是武裝抗拒接收 各位請記住 在整個甲午戰爭中 日軍總共只陣亡三千多人 其中在戰場上打死了大概一千多 大概有差不多兩千人 是因為各種其他原因 疾病等等這些原因死了 所以日本在戰場上的人員損失並不大 他認為說滿清政府的海陸軍 也不過是就如此 那你台灣老百姓 自發性的這些烏合之重 又能夠抵抗到什麼程度 甚至於當時日本陸軍還有降臨 發出好雨 一個連隊就可以掃拼整個台灣島了 不過當時準備要接收的華山之際 我們知道華山之際 擔任過日本海軍軍令部部長 對甲午戰爭的勝利 尤其是海軍的勝利 華山之際有非常重要的 像一個地位 不過華山之際 另外乃木西典等人 他們都主張說不要小看 因為弄不好 有可能抵抗會非常的激烈 日本最後還是派了一個師團的兵力 還是不可小觸 在今天新北市還在奧底登陸 登陸之後先佔領 新北市跟台北市交界的幾個山區 另外日本的海軍他海陸並進 他的海軍就集結在基隆外海 開始炮轟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戰爭 在5月29號日本軍隊開到 就是台灣民主國成立後四天 戰爭就開打了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戰爭剛開打 台灣民主國的抵抗就相當的混亂 混亂有幾個原因 其實當時有很多傳說說什麼台灣 當時台灣人抵抗很悲壯 所謂的竹竿斗菜刀 竹竿上面綁一把菜刀綁在竹竿頭上面 去跟日本拼命 這個說法當然是讓人聽得非常的悲壯 莫可奈何 但實際上沒有那麼糟糕 當時台灣各地的武器狀況沒有那麼糟糕 根據當時在台北的 觀察這場戰爭的西洋人 尤其是當時英國跟美國的新聞界 當時他們去觀察各地歧役 就是反抗日本的這個部隊 發現他們的武裝兵器跟火力其實都不弱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內渡回大陸的 本來清朝在台灣本地的守軍 幾乎是空手回去的 幾乎把所有的這個彈藥儲備 跟所有的武器都留給了台灣老百姓 另外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 各位台灣還有機器局 台灣本身就有兵工生產 所以當時長短槍支雖然種類很多 保養狀況這個良烈不齊 但是基本上長短槍支的數量是非常可觀 這也出乎日本意料之外 所以最後我告訴各位 從南到北各地跟日軍主要交火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個情形 這也是日本的隨軍報告裡面所寫的 就是跟台灣的這些人交戰的時候 主要能夠壓制他們的方法 就是用野戰炮 日軍的炮兵比較強 他有充足的野戰炮的火力 可是當短兵相接的時候 就雙方用長短槍互射的時候 日本人在火力上一點都沒有占便宜 所以日本人因為這個情況下 也開始有傷亡出現了 進攻台北城非常的容易 就是曝露出民主國反抗運動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各個階層還有各地的步調不統一 指揮也不統一 唐錦松因為剛剛才來到台灣 他對台灣的狀況並沒有很了解 跟台灣官生之間的默契和信任 也幾乎沒有完全建立 當時有一個人其實是很有作戰經驗 就是林朝動 林朝動我們知道 在中法戰爭的時候 他非常的成功 他很有作戰經驗 而且打過現代化戰爭 不是打那種相擁團練那種 他是打過現代化戰爭 中法戰爭的時候 他守住石球嶺 暖暖這一線的山區 對於法國人很大的打擊 當時林朝動就主張 應該要復刻上一次擊退法國的戰略 他認為基隆就不要守了 就是他上次守住了暖暖石球嶺 這一線的山區 就是堵住日軍進入台北 唐錦松據說跟他不和 唐錦松認為 對他也不是那麼信任 所以唐錦松當時用各種方法 從大陸上招募了一批部隊 林永福帶了所謂的越勇 中法戰爭的時候 他是很有作戰經驗的一個 對台灣來講 林永福當然也是很陌生 但是他跟唐錦松認識 他們很早之前 在中國內戰的時候 他們就認識 就林永福帶的部隊 進入到台北城 後來日軍在奧底一登陸 對台北形成海陸包夾的狀況之後 唐錦松所領導的 台灣民主國政府就開始慌亂了 台北盆地內部的秩序 也開始崩潰了 沒有多久 唐錦松就離開了台北城 然後潛回大陸去了 所以台北幾乎是沒有經過 什麼任何的重要的抵抗 日本人就拿下了台北 當時在台北的德國 英國跟美國的商人 共虧了一位台灣商人 對不對 一個台灣的買伴 大名鼎鼎的 顧顯榮先生 後來日本人感念他的攻擊 對不對 成為早期就跟日本合作的家族 以及代表性人物 出城去跟日軍商談 最後日本幾乎是兵不寫任 就進入到台北城 拿下了台北 拿下台北城之後 日本還辦了一個進城儀式 各位這張畫是根據日本隨軍記者的照片 畫來畫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找那個照片來看 其實很逼真 你看當時這個進入台北城 很快就進入大稻城這一帶 你看到當時兩邊的這個街道 這個街道是石板路非常整齊 而且兩邊都有很繁榮商店 日本人進城之後 當時隨軍的日本記者 以及日本的官兵後來回憶 非常訝異 對台北商業的繁榮跟現代化 說有整齊的石板路 然後旁邊的商業都非常的繁榮 老百姓的穿著打扮 比起他們之前在遼東跟山東 所看到的狀況 認為老百姓生活好很多 其實這就間接反映了一件事 台灣在開港通商這三十幾年 是中國當時投入最多 不但是洋務運動最有成效的地方 也是當時中國與世界連結 最緊密的地方之一 他們最後決定國體 就這些抗日人士 在抗日政權決定國人 是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 絕非偶然 因為他們知道世界最先進的思想 以及當時與西方連結的狀況 日本拿下台北之後 本來以為戰爭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他認為說應該各地 當台北的所謂的盜匪首腦 被瓦解之後 真正的抵抗才剛剛開始 因為日本輕忽了一件事 台灣民間有很強大的民間的武裝或半武裝力量 尤其是客家人 客家族群 他們有非常強大的武裝跟半武裝 或許因為分類邂鬥 或者是因為跟原住民之間的摩擦 所以長期以來就養成了他們訓練 鑲勇團練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所以真正的大戰 在日本出了台北之後 近向陶竹苗地區才開始 各位日本出了台北之後 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從三角勇到大柯坎 就是從今天的三峽到大溪 這是日本記載的 因為以掃蕩賊寇為名 將這一帶大概一百多個村落 幾乎都燒光殺光 非常殘酷的 連綏軍的日本記者都看不下去 說火光沖天 把夜間照明的跟白天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多殘烈了 這一路殺到大柯坎 都沒有遇到太多的抵抗 不過接下來到了新竹 抵抗就開始了 歷史上對日本所謂以衛抗日的第一次高潮 就在新竹的北埔就展開了 你當時的客家領袖 徐香 吳湯青 張少竹等人 為首的客家團練 各位他們不但有充足的槍支武器 他們還有土炮 多少彌補的也佔火力的不足 就在這裡利用新竹 佔據有力的地形 就在這邊組織了一場 有組織的戰役 根據日本方面記載 這邊參戰的兵力超過一個旅團 我告訴各位 這個打的規模 比起甲午戰爭 在遼東半島上 任何一次單一的戰鬥都不遜色 打得非常的慘烈 日軍記載說 佔據在山坡地上 及樹林裡面的 這個台灣的這些 反抗的客家的這些義軍 用非常密集的火力射向日軍 日軍也在這邊 有數名軍官 重彈倒地被打死了 日本話有算過 日本總共在台灣本島的作戰 因為軍事行動 而戰死了大概300多個人 有超過100人是死在新竹這裡 不過日本很快就開始 重新集結隊伍 又從後方 調了一個炮兵 一個炮兵大隊過來 你那個時候 你一個大炮要從台北拖到新竹 這也夠嗆了 你還要搬炮彈 各位 你大炮打一陣子之後 炮管也要換 不是說一直這樣打下去 部隊越現代化 補給的依賴就會越大 後勤的負擔就會越大 幾經激烈的戰鬥 這幾個客家的義軍首領了 相繼陣亡戰士 非常的壯烈 而且根據日本方面的說法 這個男人戰死 客家裝備很多女人隨之自盡 根據日本方面記載 有白髮 就是五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以及小朋友 有女人 都拿著刀槍 跟日本人拼命 就在新竹這邊進行了一場 規模非常大的一場戰役 從新竹一路往南打 一路上都受到客家義民 不斷的劫掠日軍的車隊 或者是在路上 這個襲擊日本的軍隊 然後一路達到了今天的苗栗 基本上北部的戰役大概就在 苗栗這邊就結束了 接下來到了夏天之後 日軍一方面要等待後面的兵地 不斷的運上來 因為當時據說到了六月七月之後 台灣北部連續打雨 這造成道路也不是很方便 日本等到從台北這邊 所有的兵地集結上來之後 開始向中部發動進攻 這個時候台灣也開始從 就是義軍的陣營 開始重整作戰的一個指揮體系 因為台北瓦解了 以劉永福為核心 有不同的記載 有人說他就繼任為第二任大總統 因為唐挺中跑掉了 有人說他自立的 就開始集結各路的軍隊 在中台灣這邊在進行的決戰 這是第二場大戰 就所謂的彰化八卦山之戰 各位有去過八卦山就知道 八卦山還有個八卦山砲台 當年參加過這一戰的這些老的大炮都還在 英國阿姆斯特朗炮 從八卦山這場戰役又間接證明的一件事 百姓政府走的時候炮台還在 大炮還在 炮彈還在 在這個炮台的這個火炮的掩護之下 就在這邊又跟日本狠狠打了一仗 這一仗根據日本的記載 這個激烈程度 比起新竹有過之而無不及 還是一樣佔據地利之變 我們知道八卦山是個台地居高臨下 又有火炮助威 所以日本人等於是仰攻 戰況非常不利 日本總共向八卦山發動了四次猛烈的攻勢 最後才打下了八卦山 八卦山這一仗就把義軍的主力擊潰了 不過這時候日本也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擔任公台的總指揮官 也傳出陣亡的消息 就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他的身份是很顯貴的 他是明治天皇的青唐哥 陸軍中將 北白川宮的陣亡 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 第一次真正在戰場上陣亡高階降臨 北白川宮能久其中 一方面他是皇族 也是明治維新之後 第一個在戰場上戰死的皇族 第二個是他是陸軍中將 師團長 不過後來因為他死了之後 日本陸軍還把他追正為陸軍上將 這個戰況激烈的消息傳到東京 震撼日本天皇 尤其三王數字傳上來 讓日本天皇下了一大條 我這邊可以先告訴各位 日本總共在進攻澎湖跟台灣 總共陣亡超過一萬人 其中根據日本的說法 大概戰場上打死數百人 其中很多是因為疾病死亡 包括瘧疾 登革熱 禍亂等等 這些熱帶疾病造成他的死亡 這個北白川宮能久清亡 台灣民間的說法是他在行軍過程當中 被異軍撫擊 用狙擊手開槍把他打死了 在日本方面是說他本來就得了禍亂 有可能瘧疾 這邊我做一點補充 因為這邊這個記載不是很明確 不過他有發刀熱 以今天來看的話 得瘧疾或者甚至登革熱的機會是很有的 因為日本人是溫帶國家 所以他來到熱帶的台灣 最受不了的就是氣候高溫 然後再補充一下 看起來戰死的人數很少 我認為這個是日本人低暴 因為他是直接被打死的很少 他常常低暴 日本在戰爭中常幹這種事 但為什麼他會說病死這麼多 哪有病死比例這麼高 很簡單 因為你本來就染疫 那你受傷之後又加速的死亡 而且日軍所謂的戰場前線的醫療體系 並不是很好 這一點大家要了解 當時的列強 在戰爭當中 他們有一點絕對是比日本先進 也就是他們普遍上 所謂的戰地醫療這樣的一個救援 是很成熟的 護士之始祖南丁格爾女士 南丁格爾修女 他就是在當時就把醫護體系也創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護理師系統非常的像軍人系統 他們有護理長 像士官長 但同樣體系在日本裡面 並沒有那麼的完備 原因很簡單 因為日本人對於在戰場上戰死 他們是有光榮感 他們對於這個人 他們是一種集體性的這種狀況 所以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看這個抵抗 我們過去的課本也會跟著日本這樣記載 那會認為說 好像台灣人的抵抗很微弱 可是當然希望把數字公布出來 1萬多人 為什麼病死的比例這麼高 而戰死的比例這麼低 那是因為他算法的問題 就像這個能久期狂 我的看法是 他應該是有染疫 因為確實具體的記載他有染疫 但是染疫 有症狀嘛 對染疫跟死亡是兩件事 所以他可能染疫 但是又被打到受傷 因為能久親王 他是非常奮勇善戰的 這邊再補充一個資訊 能久親王 曾經在默默的時代 因為他堂兄 被立為天皇 也因為他被拘禁了很久 曾經被立為天皇 因為他被懷疑 大家也知道這個黃泉 是臥榻之色 其中他的汗水 這全世界皆然 所以他也被算是軟禁了很久 他這一次放出來 他這一次要證明自己 就是他也是要有功能性 所以他要更奮勇作戰 他常常就是身先士主 被打中再加上生病交叉之下 自然而然死亡的比例會更高 所以這個也是 為什麼戰爭的狀況很慘烈 但是你實際看所謂戰死的數字偏低 但是病死的數字很高 這樣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 就是日本一開始沒有想到 會有這麼激烈的抵抗 所以日本的後勤並不完善了 所以他的部隊一路上都強調 自己缺吃的少喝的 方法就是什麼 我就很負責跟各位講 方法就是去搶 就到台灣各地 民間去徵用 什麼是徵用就是搶 缺吃的少喝的 然後醫藥也不夠 所以病死這麼多 病死這麼多 間接就反映出醫藥不夠 他整個後勤體系跟不上來 才會死這麼多人 所以那個死亡的數字 傳到東京之後 真的是震撼日本朝野 尤其是明治天皇非常震撼 我想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在北方作戰 面對滿清帝國的正規軍 都沒有傷亡這麼大 就在台灣竟然死了這麼多人 連自己的坦克都陪進去了 明治天皇才又召開御前會議 說不行了這個仗再這樣打下去 不知道後面台灣人 還會抵抗到什麼程度 所以在八卦山戰役正在進行的時候 日本又重新召開御前會議 當時乃木西點 兒育人太朗這些人 另外還有就是那個海軍的一東右亨 他就主張說應該重新再集結海陸軍 開闢第二戰場 其實我告訴各位 日本打下台灣的這個議會戰爭 其實對未來台灣海峽兩岸的局勢 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你看看日本當初是怎麼拿台灣的 先拿澎湖 然後從北部登陸 然後再開闢第二戰場 從台灣的南部 恒春屏東這一帶再登陸 形成一個南北夾擊的態勢 夾擊哪裡 夾擊台南 當時台灣民主國軍務院所在 就是可以算是最高的指揮中俗 其實八卦山戰役之後 當時劉永福的確有在規劃 在今天的嘉義 或者是台南的北部 新營這一帶 再跟日本再打一仗 不過當時這個彈藥跟人員 傷亡都已經非常大 而且幾個小勇善戰的將領都陣亡了 所以這個戰況是很不利的 本來劉永福是有規劃 又在台南這邊 再跟日本人再打一仗 但是後來因為聽到 日軍也從南部登陸的消息 很快就推進到了高平溪附近 準備直指高雄台南這一帶 所以當時劉永福就認為 這個仗恐怕就是打不下去了 後來劉永福在1895年的11月 就化妝上了一艘英國的輪船 最後從安平港帶了幾個他的隨從 就渡海到了廈門 就離開了台灣 中間還差點被日本軍艦攔截 這邊我補充一下 當時還引發了一個台海登船零檢事件 這邊要澄清兩點 一個是過去教科書常常會講說 劉永福不久就內渡 其實這是錯誤的 劉永福基本上已經打到最後一刻了 他能帶走的也不是他的全部的情信 就真的是最近的 因為當時劉永福在中法戰爭之後 因為他本身是天地會出生 所以清朝不太信任他 中法戰爭的時候他實力很強大 可是後來因為中法合約簽約簽訂的時候 他的三千人的黑旗軍 還有一千人留在越北跟法軍去作戰 最後這兩千人撤回到了兩廣地區駐紮的時候 還大量被消遣到幾百人了 所以這是老黑旗軍 他帶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跟唐錦松都是兩廣人士 他們之間比較親善 所以他們就把他自己的部隊再擴編回來 但是這個部隊跟當時在法國打那個非常勇猛的黑旗軍 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第一個他戰力大戰 並不是劉永福不想抵抗 第二個他也是都把他親信陪進去 他那三百多都是清兵 基本上能跟他一起登船的 也就是身邊的人而已 那不超過十個 第三個劉永福有一些人會說 他這個什麼吸鴉片 面黃枯鎬戰力極差 我跟大家講這是錯誤的 因為歷史記載 劉永福這個人就是瘦瘦乾乾的 但是一上戰場 這個非常勇武 非常能打 力氣很大 所以千萬不要看圖說故事 歷史很重要還是要看記載 第四個說馬上落跑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因為劉永福他是最後一刻登陰船而走 英國船艦其實一天多 就可以從台灣到廈門了 有人說跨黑水國不是很危險嗎 工業革命已經100年了 所以船非常的發達 而且陰級的渡輪是常態性 在廈門跟台灣之間是有輪渡的 所以他登這個英國輪渡 其實他也知道 也只有當時海上霸主 英國能扛得住日本的壓力 所以日本人也知道 日本直接在哪裡扣他 日本是把船開到廈門外海去扣他的 所以當時就引發了一個台海登船領檢事件 這件事情英國很不高興 因為你要扣游永福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動到我大英帝國的面子上 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甚至引發了英國駐日公司 直接跟日本政府當庭抗議 最後兩邊相識不下 後來日本只得退讓 才讓劉永福成功的從廈門登陸 所以可以從這個事件來看 當時官民的抵抗 不管是留在台灣的所謂這些士生 或者是官兵 其實他們真的是很拼的 唐錦松確實在台北成績 他很快就看到狀況不好 但是劉永福當時留下來抗日到最後一刻 這件事情我們並不能說劉永福有確戰 或者是他不利抵抗這件事 他真的我認為也是盡力的 而且劉永福其實年紀後來也很大了 所以大家這個部分也要了解 當然在劉永福內度到大陸之後 基本上台灣的抗日的主力主感 就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不過學長 其實台灣還有一些民間的自立的 一些抗日的行為還在繼續進行 這就後來我們稱為台灣抗日三盟 或叫台灣三盟 也就是檢大師科鐵又好鐵虎 所以一般民間喜歡其他稱 科鐵虎還有林少貓 三人代表了當時台灣人用力抗日 這個都是民間自發性起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要能找到 他們的這一些圖像像貌都非常的困難 那我這邊也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那這三個人又發生了一些什麼故事 剛剛學弟講到黑騎軍 我這邊稍微補充一點點 在彰化八卦山戰力中 戰死的一個重要的將領吳彭年 他是浙江人他就是黑騎軍的將領 他是劉永福徽下得力戰將 就是劉河當學弟說 在地圖的中間有一個吳彭年大家可以看到 帶到台灣來三百多他的親衛隊 親兵其中之一 劉永福帶到台灣來的部隊幾乎都打死光了 可以說黑騎軍在歷史上的最後一戰 就是在台灣 我這邊可以很負責跟各位講 所以這一仗保衛台灣這一仗 是中國各省的人士都有參加 所以為了保護台灣 可以說拋頭顱撒熱血 寫下歷史上很悲壯的一幕 台灣的抵抗有因為台灣民主國的抵抗失敗之後 就結束沒有了 台灣民間的武裝抵抗運動還在持續進行 而且很多是參加過台灣民主國 就是參加過一位抗日運動的人士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像簡大師 柯鐵有人叫柯鐵虎 林少貓就是一般民間傳說獅虎貓 剛好就在台灣的北部中部跟南部進行抵抗 其中抵抗最久的是林少貓 因為他當時出沒在 就今天高雄市前高雄縣地區的山區 到平原這一帶 二方面因為他在地方上累積了頗高的聲望 所以有許多村莊 許多老百姓都跟他合作 三方面他熟悉遊籍戰術 這個大陸朋友應該內地朋友比較知道 熟悉遊籍戰術 所以神出鬼沒之下 讓日本人蒙受了不小的損失 最後日本人幾次向他發動進攻都沒有能夠成功 幾乎是日本人來他就散開 日本人一走他就聚集 就開始從背後打日本的軍隊 日本的警察局局長 派出所警察局 甚至有些零星的駐軍都受到他的呼吸 這是日本當時很多警察的哨所 都被他直接端掉了 所以日本對他非常頭痛 最後日本人就開始用一種方法勸誘 因為打不過你對不對 消滅不了你 而你長久以來跟我們這樣對抗對你也沒有好處 我們就劃定邊界 你的人讓出一部分的地盤 然後不會再作亂 然後你繼續耕種做你的生意 過你的生活 我們就不為難你 但是各位殖民者的話能信嗎 這種把戲在英國殖民印度 殖民非洲 西班牙葡萄牙人 殖民中南美都用過了 就是在地勢力他消滅不了 他就會換一個臉孔 那我們來合作吧 我們來彈劾吧 我們來共存 兩年多不到三年 日本人就被約了 日本人就發動突襲 就把林少貓集團被消滅 這邊我做一點秉充 林少貓當時就像剛才學長講的 跟日本還簽訂所謂的十條 有簽約的 但日本人當時大家可以看 因為1899年是 日本在很頭痛疲於奔命的時候 開始用招安的方式 所以你看柯鐵也是1899年投降的 林少貓也是1899年被招安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看柯鐵隔年就爆竹 死因不響 他的負重在1902年被日本人給清算掉了 當時有一個事件叫做紅白花事件 或者叫龜順會場事變 被日軍給屠殺他的步驟 那林少貓又是客家人 他是屏東萬丹的客家人 非常飄悍 日本人在自己內部的紀錄上面說 這一隻最飄悍最難處理 恨他恨的牙癢癢的 始終就是要對付他 而且對他非常的猜忌 所以林少貓在1899年 歸宿日本之後 其實他也真的安心的 就是霧田耕做生意 據說他身上有上萬元 真的是把田管理得非常好 因為他很有管理的長才 然後當時也很多人來歸從他 可是當時除了我們剛才前面提到的 開城投降派之外 還有另外一派 是所謂的在地合作派 因為各地都有自己的鄉生 林少貓是屏東這一邊的 屏東這邊就有一些鄉生 就是跟林少貓本來就很熟人 其中當中一個很有名的 所謂的對日的地方合作派的代表 就以蘇雲梯、蘇雲英還有蘇雲龍三兄弟 其實他們兄弟 他們兄弟人很多 不過最有名的是這三位 他們今天是屏東市的人 所以你看他離萬丹也不遠 就是這附近的都是屏東這邊的人 他們就跟日本人來合作 合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對於說 在把林少貓處理掉之後 如何讓地方相對安定 就靠著這些地方合作派 那這邊有一個事情要指出 就是蘇雲英在今天特別有名 為什麼?因為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後代 就是他的孫子蘇公昌 那當然是台灣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就是有一些資料顯示 當時林少貓已經歸安了 因為蘇雲英常常在跟他們往來 所以知道林少貓在整個防線的佈局 林少貓其實也知道 日本人隨時有可能跟他翻臉 所以他這些團連還是一邊跟作 一邊有在作五倍 那實際的狀況 據說就是由蘇雲英家族所透露出來 可能就是蘇雲英本人所透露出去 所以後來就有人說 蘇雲英是出賣了林少貓這樣的說法 當然他的後代也就是蘇貞昌 有親自拿出一些他認為的證據來做辟 那證據大概就是他當年蘇雲英 包括他們家的人 就是蘇雲T、蘇雲英、蘇雲龍 他們當時是有 尤其蘇雲T他有支持台灣民主國 有去購買台灣民主國的這種債券等 但是這裡面其實關鍵 並不是過去知不支持民主國 而是在當時的情況之下 到底林少貓被偷襲這件事情 他到底是怎麼被偷襲 致死林少貓連跑都來不及 最後被圍殺致死 這樣的狀況 那才能夠還原真相 所以目前來講這個是一個歷史公案 可能也很難講得清楚 只是說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歷史還原給大家 好那關於這個所謂台人抗日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一整條的脈絡 因為很多人會認為說 台灣人就抗日是不積極的 台灣人的抗日是落後的 其實你從日本人犧牲的數量 包括剛剛有提到 在甲午戰爭當中 陸軍所使的數量 根本連以位戰役也比不上 因為如此之機率 差很多 對 另外抵抗意志非常的強 其實裡面最可惜的就是前面有提到 林朝動的洞軍 因為林朝動他是非常有作戰經驗 這支洞軍是台灣精銳中的精銳 洞軍其實很特殊 因為一般清朝是不願意讓家鄉守家鄉 這樣的概念 你要到房子 但是洞軍在中法戰爭以後 他就一直長期守在台灣 而且是以台灣兵勇為主 可是洞軍被迫解散 為什麼 因為當他安頓好 他其實本來 我認為林朝動是要血戰到最後 對他把家人先送走 他想殉國啦 講白是這樣 所以他把家人都送走 送走之後他資深回來 準備要大幹一場 結果沒想到 當時唐錦收已經內斗 而且唐錦收其實跟他不熟 就排擠他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個遺憾 到底林朝動最後能不能夠抗擊 我們不知道 所以後來他也對官場死心了 所以後來他就回到了大陸之後 就在廈門經商到去世這樣子 當然我們必須講 這整個以衛歌台 裡面他所呈現出的歷史意義 還是有一些值得回想的 不過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第一個點 以衛歌台其實充分展現一件事 就是中國人民已經真正開始覺醒了 開始從民間自下而上 要拯救中國的力量出現了 本來是由官員帶頭 而這些人他們雖然是官身 我們要講這個當然很重要 他有功名比如說像邱逢甲是官身 然後可能像林朝動 他本身是有軍功等等 或者是他們大家族 其實包括像剛才提到的 在苗栗抗戰的這三個很兇猛的 像徐湘啊 江少祖啊等等 他們都是大家族 他們其實都不是單純的草莽 不是什麼這種流氓地痞 他們都是有讀過書的 這種有一點是怎樣 就是如釋救國的概念 事實上大家可以回想 有沒有像太平天國當時的一個樣子 這一些書生直筆而起 要救家鄉 是這樣子起來 所以在看台灣這個 以為歌台在意當中 你要放在整個中國史的脈絡去看的時候 其實他並不顯突兀 因為當時台灣的進步是非常悲數的 用今天的說法叫沿海複省 當然台灣賣茶葉賣髒老 賺的盆滿缽滿的人一大堆啊 而且一直都跟洋人有接觸 台灣因為開港嘛 所以有什麼淡水猴包城啊 高雄的這個有很多都是清代留下來 還有一個點是 當時台灣跟福建的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搭船一天多就到了 所以廈門是當時福建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運站 那另外還有福州啦 那主要是廈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唐錦松內渡跑到廈門 劉永福內渡也跑到廈門 大家為什麼都去廈門 因為有定期輪船 等於第二故鄉一樣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的分隔 因為今天我們政治環境的改變 有的時候歷史沒辦法還原到當時 這件事情是要告訴大家 一個歷史它是一整個就有延續性 而這個台灣的以為戰爭 我敢負責任講 他也開啟了就是接下來 中國雖然嘗試了各種路線 包括學長剛剛提到的 有像義和潭這種草根的路線 那也有像是後來的百日維新立憲運動 那也有像孫中山 直接比一人暴怒成立革命黨 這樣的一個力量 也就是出現了這種救國的這種 從底層而上的這種反彈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觀察 所謂以為割台跟台人抗日的時候 你要去了解的一個背景 那今天我們的呼來座談 歷史講堂了時間過得很快 記得支持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讓我們做得更好 也歡迎大家超級留言超級感謝 還有線下的贊助 綠界PayPal支付寶 也可以用郵局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出更多精采的節目 那我們呼來座談 歷史講堂 誰來座談 我們謝謝王立委老師 來跟大家認真的談一刻 好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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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